回憶中的沙士 在沙士的中部 一个满足家庭的早餐台边 坐着一个平生小见的爱陶气的孩子 他年纪只有六岁 但是又顽皮又放松又挖强 因为他的父亲太过爱他 什么事情都愿意顺从他 他这个年纪 正是满足孩子开始读书的年纪 但是我敢说 这位不平凡的小叛逆者 自以为知道得很多 不适在浪费更加多的时间 好像他父亲所希望这样 去读中国的经书 当书房外面的世界 正充满着神秘的事物 而书房里面又是不自由的时候 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在那些贵族家庭里面 做教师的人是从来不随便笑的 他们把孩子的大笑 看得好像疾病一样可厌 把虧笑认为是最伤尊严的野蛮举动 这位经历六个夏天的小姑娘曾经有过很多教师 现在正受教于一位新教师 因为之前走的教师都是生气而走的 为了表明他们并非无能 他们对他父亲说 那个孩子是不可教的 谁都没有方法管得住他 这个满族家庭的人团团围着桌 其中闲话最多 而正话最少的 就是这位小姑娘 招满族和汉族的家教 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问到的时候 才可以开口 现在这位小姑娘可以随意乱讲 没有一刻安静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深深被溺爱的满族孩子 如果说一个六岁的孩子 也懂得不快活 这样他一定是感到不快活了 他刚刚才从欧洲回来 要跟着他父亲来发现一些新事物 这些东西直到现在 才对他有真正的重要性 欧洲的种种习惯在中国是不适用的 不单止是这样 就连公开谈论他们都是有危险的 他曾经听人说过 如果大家知道他父亲 不依照中国的旧规矩治理家庭 而处处模仿欧洲 这样可怕的遭遇 就会降临到他身上 他可能会因此丧失性命 为了这个原因 他的父亲回到中国之后 一切都改成中国化 虽然他是极端赞成欧化的 这位早餐台旁的小姑娘 在欧洲的时候 服装举动都跟外国的小孩一样 现在也完全改变了样子 当他在镜子面前打扮自己的时候 他已经不认得自己了 小色的外套变成了涌种的袍 因为沙士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小小的孩子也都被棉花塞得拌拌的 他的身材还是那么矮小 这种打扮令到你会不禁想起 是一个气球生了两条腿 这两条腿是被裹得胖胖的 还有那些头发 是乌克的头发 这个孩子一向以此为骄傲 在欧洲的时候 他将头发造成卷发 好像欧洲的孩子一样 在中国 他父亲为了要掩饰自己的欧化 让孩子将头发疏直了 编成一根鞭纸 用一根大红丝带扎着 对在沙士的回忆中 勇种的棉袍 泡蓝色的鞋 还有大红丝带 紧紧地绑在发边上 就好像一只讨厌的角 这种种东西 一直到现在都令到他兴奋 虽然他现在一早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女子了 我还可以看到那个女子 蝶蝶不忧的蝶 滴流流打转的眼睛 时时寻找着新鲜的恶作剧 饱满的脚 矮半的身材 就好像一只会跑路的气球 我看得很清楚 因为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责备他 说他将来没有出色 我就最了解他了 而且我可以说 除了他父亲之外 没有其他人比我更了解他 早餐很快就要结束了 这个小姑娘就要开始在教师的监督下读书了 他非常之恨过教师的 因为他是一个教师 而尤其憎恨他的原因是 因为他就是这个孩子的教师 从早上8点开始 一直要到正午的12点钟 一首短短的诗 往往不够消磨一个上午 之后就是读经史指责 一直到教师学生都跟疲力尽 不欢而散 这样才是吃午饭休息的时间 对了 还有要向父亲母亲请早安的事 小孩子起床之后 就要用最恭敬的礼节请安 这件事在满族和汉族的家庭中 是不可以忘记的 我可以很清楚地见到那个矮半的孩子 拖着一根可笑的鞭子 上面还绑着一根红丝带 在他父亲母亲面前行礼 好像一个有着活动眼睛的机器羊娃娃一样 早餐用完又是进书房的时间了 这次是这位新来的教师 来之后的第一课 这位乐作剧的小姑娘 已经吓到很多教师了 现在这位新教师是从湖南请来的 那个地方的教师是出名残酷 严峻和古板 对于乐作剧的小姑娘 教师恨不得将她活吞 这位教师有个绰号叫活剝皮 如果一位教师想用恐吓来管教学生 这个就是多么适当的名字了 但是我感觉 我记忆中的这位环皮姑娘 不曾被这个可怕的名字征服 因为她亲自告诉我 她和教师第一次见面之后的谈话 当教师和学生各自就位 预备开始读书的时候 这个姑娘立即打开了她的话题 谁高兴读中国的古典文学 那种连大人也不容易懂得的古典文学 虽然教师们总是很有耐性地讲解 其实他们在掩饰自己的学识浅薄 对于一个年纪才六岁 而又不太肯用功的姑娘 好像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 要去精通这么深奥的学问 那姑娘以为是一生中最可笑的愚蠢事 直到现在她还告诉我 她似乎没有改变她的主张 教师清清了桑子 准备滔滔不绝地讲课 我记忆中的那位小姑娘 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想到那个滑稽的活脉皮出号 她笑得更加厉害了 教师抬起头来 严厉地紧紧皱着眉头 她怒敲着说 不准笑 为什么不准啊 因为 这是既不雅观又不尊敬 你有没有见到这条鞭子 她就是权威 如果你再笑 或者再有些什么不雅观的举动 我就要用这条鞭子 重重地抽打你 我记忆中的这位挖强的小姑娘 转着她的眼珠 继续哈哈地笑着 她热心地问 你真是会活摸人的皮革 她似乎希望这位教师 立即给一个事实证明 来供她取落 教师并不答复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次指着她的鞭子 这条鞭子一直都放在她手边 以备不时之需的 这个小姑娘伸出一只小巧的手 由于那件涌中的袍子和发边上的红丝带 这只手就显得更加小巧了 这只胖胖的手 依着先生所指的地方捉起了那根鞭子 那姑娘就问 你就是这样用这条鞭子的? 同时为了帮助她说明自己的意思 这个挖胖的小姑娘 将鞭子往教师的头上打起来 发出了一阵尖叫声 随即又送上一阵哈哈的笑声 几乎在第一次上课的开始 这个小女孩已经剥夺了她自己 受这位嫌尸教导的权利了 虽然她的行为多少都是不可恕的 但是我对这位教师始终都没有一丝同情 不过她在沙士家庭中做教师失败 但是就不是她的过失 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书房里面充满着读书声 因为这一家的孩子 都在朗诵她们的课本 中间时时插入教师尖锐的声音 她不会忘记 也不肯忘记使用她手边的那条鞭子 接着就是工人送茶进来的时间 正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父亲也来到书房 教师规规矩地向主人行礼 恭敬地接待和和她说话 这一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而这个孩子对于这一类事情 永远都感到兴趣 转着她的眼珠等待着机会 她将一只手指放在嘴上 以示叫人不要出声 从工人手里接过茶 揮揮手叫工人出去 然后将茶杯放在教师的椅子上 父亲聊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教师觉得主人来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 兴奋得没有注意到放在凳上的茶 她大无私仰地坐在原来的凳子上 但是立即又狼狈地跳起来 茶杯已经被她笨重的身体压得粉碎了 在一件湿透的中国长袍 和一位盛怒的国民教师面前 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 为她自己的思想行为 将要受到相当的报酬 教师带着女孩 气冲冲地请她父亲来商演这件事 这个时候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孩子 免不了一顿鞭痴 就算是现在 我也觉得那个女孩 应该受一顿结结实实的鞭痴 不过那一天 我还记得 在讨论到鞭痴的问题的时候 有两个人是反对的 最主要的反对者 不用说了 当然是那个孩子 第二个 而且是极具决定性的反对者 就是孩子的父亲 父亲显得对这件事很严厉 但是在父女之间 有一股爱的力量 将她们紧紧地联系住 她们彼此的了解 认识和爱好 是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就是父母的爱 和朋友的爱所混合的了 父亲严厉地说 即刻去花园 但是父亲就不停地眨眼 不是对女儿的恶作剧感兴趣 其实是为了这位 忠厚的教师的狼辈样 而发笑 于是这个孩子忘记一切 回过身来 连跑大跳那样 独自去到花园 心里面还暗暗地笑着教师的失败 花园里面有角色的金鱼 石头雕缩的怪象 曲折的小路 常年开放的放香的花 还有那个池塘被太阳照耀得金碧辉煌 池边楼树上还系住一只小船 虽然这位小姑娘知道 家中任何一个小孩是不可以单独坐船的 但是它的环皮和肝强 令到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 池塘里面生了很多鲜美的灵 当然吸引力最强的灵 是那些生在池中央的 也就是离开那个安全港口 就是那棵柳树最远的地方 于是那小姑娘解开旋梭 跨进那只脆弱的小船 自己撑了开去 向引有力最大的灵撑去 但是那只船只是在打转 可怕这样颠簸着 那姑娘停止了她无力的动作 将两只小手伸向目的地 这一刻她所渴望的目的地 但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万万分之一秒内 这个小姑娘跌了下水 借天借地 池里面的水都不是很深 那只小船在水上飘飘荡荡 横撞着欢呼跳跃的水波 将那些金银般的薄沙 打成无数灿烂的水花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惊王的 穿着棉袍的 塑着边纸的 好像整个气球的满洲孩子 十时停止了她的泄绍 因为湖水非常冷 她又吓得要死 她一早已经忘记了那灵 随着一阵骚动 赶来了惊王的家属 和叫喊的仆人 而且无论她们的心里怎么想 反正大家都知道 这次是那个孩子 有一次横皮的勾当 当她挣扎到岸边的时候 她的样子是非常可笑的 她浑身湿透 从脚巾一直去到她的小蝙子抹梢 胸部急速地起伏着 池塘的金鱼被她 吓得广角处躲藏 那些灵 那些不再令她感到兴趣的灵 被她抹得点头又弯腰 好像一些无知的信徒 在向水底的圣像虔诚地礼拜 孩子的父亲将孩子抱在怀中 虽然她正穿着贵重的功夫 预备接见大官员 她不管那件咏肿的棉袍已经浸满了水 孩子在她的怀中 就好像一款湿透了的石棉 水滴不住地滴下来 也不管孩子刺耳的尖叫声 她小声 温柔地用一种父亲特有的爱 安慰着孩子 现在一般人的意见认为 孩子需要重重地责罚一下 但是又有两个人反对 第一个 当然是这个孩子本人 他是极度任性的 第二个 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他试试依从孩子 因为他爱这个孩子 好奇怪 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我 或者你已经猜到了 我就是那个六岁的小姑娘了 她那个时候正在开始她一日的生活 就好像无数后来的日子一样 也都好像无数以往的日子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